其实股票申购就是股票抽钱 那他又可以说是抽股票 指的就是说正准备要上市的上柜的公司 那他透过发行股票这件事情 就是去做现金增资来募集市场基金 那一般来说 那个申购的价格都会低于市场上流通股票的价格 抽到就是赚到 获利的金额也是有限的 这个有限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可能靠股票抽钱致富 除非你真的是超级幸运儿 三不五十就来种一下 真的有点难 这种感觉就像是 大家都知道统一发票可以对奖 但其实大多数中的都是一些小奖 我们不太可能靠这个统一发票就不工作这个概念 所以股票抽钱其实也是 他这个中奖基本上可能就是比发票再多赚一点 几千块甚至是几万块 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加薪 当作一个年终 但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变成财富自由 就发财 另外我们这一集其实有反复提醒 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 我们是看身份证的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现在我们一个人可能有很多家 像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我自己应该有五六家券商了 可是如果我五六家全部都按下去 我机会并不会乘于五六次哦 反而会让你自己丧失抽签的资格 请不吝点赞号码